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想请师傅讲讲这个星期总体的股市情况 这个星期港股呈现止跌回升 从上星期五恒生指数从上星期五的低位18280点回升 而且恒生指数是年升4天 星期四更从上19000点 高位逼近19400点 也补回了7月6日的一个下跌裂口 那导致这个星期港股走势转好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外围方面 美国在星期三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降幅比预期略大 降低了市场对通胀的忧虑 而且也让市场预期 连美国联储局可能在这个月在升息一次之后 会暂停升息 所以利好美股港股也受益 另外一方面就是 科技股这个星期整体转为强势 因为一会儿我们可能也会讨论 最新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平台经济大有可为 让市场认为中央对于平台经济的整改 已经高于段落 未来可能还会看重平台经济 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 另外人民币这个星期回升也是利好股市的一个原因 因为市场对美国联储局的升息预期下降了 所以美元就明显的走落 美元指数跌破了101 回落到101以下 也有做人民币回价指跌回升 也为港股美股港股A股带来一定的支持 好的谢谢师傅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 中国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持平 CPI按约下跌0.2% 创2021年2月以来最小涨幅 远低于同期美国的3% 或者是欧洲的5.5% 请问师傅内地是否陷入通缩 目前全世界都受通胀困扰 为何内地背道而驰在通缩边缘徘徊呢 工业出藏价格年跌8个月 而且最新6月份的跌幅扩大到5%以上 的确让市场担心会有通缩的风险 原因主要是内外部的需求疲弱 在国内方面因为房地产市场表现疲软 而在国内拥有房子的人口比例已经相当高 所以如果房价下跌会造成所谓的富财富效应 影响消费的信心和消费的抑郁 另外呢在外部方面呢就因为欧美国家之前 还在不断的升息 从而影响了消费的抑郁 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 所以也导致中国的工业需要降低价格来刺激这个销量 不过呢数据如果继续的恶化下去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采购经理指数 机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官方的那个机造业PMI呢 已经连续三个月处于50以下 那个萎缩的区间 所以如果经济数据继续的走落下去呢 市场也预期中央可能会出台 新的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措施去提振经济 好的谢谢师傅 那近日中国监管机构宣布对蚂蚁集团罚款 至少80亿元人民币 标志着该公司长达数年的整改结束 那政策上呢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昨天下午召开了这个平台企业座谈会 支持持续加大在技术创新 赋能实体经济等领域的这个投资的力度 那今天港股的科技股集体 走强恒生科技指数呢 高开高走涨超13% 请问师傅这是不是标志着 这个科技股低迷期的结束 那怎么看待这个科技股未来的这个走势呢 其实最近我们观察 恒生科技指数的走势 跟恒生指数的走势 也看到科技股指数转强 不是这个星期四 这一两天才开始 其实在这一两个星期已经出现一定的转强 因为恒生指数在上个星期五呢 是跌破了之前六月下半个月的低位 18,767点 而上星期五见到18,280点 但是恒生科技指数呢 在上星期五呢 最低还是守住3850点 没有跌破六月下半个月 3840几点的低位 所以从那个相对的走势呢 科技股科技板块 在过去两个星期 其实已经开始有转强的迹象 而当然国务院总理李强 关于平台经济的谈话 对科技股来说是一个利好 不过呢 我对科技股的前景还是有一定的保留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影响科技股股价下跌 除了那个对平台经济还有那个互联网金融的整改 带来的不明朗因素 除了这个因素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以外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现在一色平台 像电商 外卖餐饮 这些行业 那个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电商方面我们看到 之前京东还算不要投入 100亿元去进行补贴 去增加销售 所以凡饮那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 餐饮外面也看到有新的竞争对手加入去竞争 抖音说要发展那个外卖 餐饮外卖的业务 所以也逼使美团要扩张海外的业务 今年5月就在香港推出了一个外卖的平台 所以对于电商这一块 我觉得虽然整改的不明朗因素 现在似乎是消除了 但是那个行业竞争的环境 还是持续要留意会不会进一步的恶化 因为从京东跟阿里巴巴他们最新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 都是单位数的增长反映 那个在竞争的越来越激烈之下 收入的增速是明显的放慢 但是另外一次比如说游戏互联网广告 这些领域表现就比较好 最近国家游戏的版号 每个月都稳定的发放新的版号 而且平均都维持在80个游戏以上 这对于游戏的营运商像腾讯还有网易 都是一个游戏版号的背景有一个改善 所以我会对科技股 有一部分像电商那些企业 还是对前景有保留 比较看好的 比较看得比较乐观 就是游戏短视频广告这几部分 好谢谢师傅的分析 那六月内地外汇储备规模环比显著上升 全球央行在黄金市场空前活跃 中国央行黄金储备也已经实现了八连增 那中短期内黄金的保值增值属性强于美元 随着金价的逐步抬升 向半年黄金板块业绩有望更具弹性的释放 请问师傅有什么看好的惊奇吗 先说金价因为之前美国联储局不断升息 对于金价来说 虽然一方面受惠的通胀高企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持有黄金 是没有利息收入 所以升息对金价来说 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但是未来如果联储局的美国的升息周期 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那对金价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加上像你刚才提到就是 现在环球的央行对于黄金这种 零信用风险的资产 那个爱好是越来越提高 可能因为一方面是对美元的一个不信任 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 所以让央行吸纳黄金的需求增加 除了中国央行在过去的今年以来 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以外 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央行像俄罗斯 新加坡 基尔斯坦 这些国家都有增持黄金 所以对于现在黄金的技术走势也出现了突破 在星期三美国公布了那个CPI数据低于预期之后 那个黄金的价格就成功突破了1940美元的主力位 未来看有机会上市2000美元 那黄金股方面呢 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紫金矿业 它的股票大号是2899 它除了产金、产铜、白银还有新之外呢 也有最新现在新能源车电池的主要材料 碳酸锂的那个出产 因为它已经布局了所谓的两湖一矿 两湖就是它在阿根廷已经投资了一个盐湖 提取那个铃的资源 另外在中国的西状也有盐湖 所以这是两湖 一矿呢就是在中国的湖南呢 它有那个硬矿 从那个铃矿当中去发掘那个铃 碳酸锂的那个铃矿 所以对跟其他的金矿 黄金开采企业有点比较不同的分别 就是其他的黄金开采企业呢 就都没有涉租铃矿这个矿产 但是紫金因为看好新能源车的发展前景 也认为铃资源是那个新能源车 其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原材料 所以就在中国在阿根廷投资了那些铃矿的资源 上游的资源 所以会比较可以值得看好 当然了如果投资者看好金价未来的走势呢 除了选择金矿股以外呢 因为有时候买投资金矿股呢 有一个不明朗的因素就是有时候 每一家公司金矿公司因为成本呢 还有那个开金的产金的那个情况 可能不稳定而影响他的股价不一定跟金价是同步的 所以如果看好金价又担心你选择的那个金矿股的股价 跟金价不是同步的发展 你的投资者也可以选择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买黄金的ETF去做看好黄金的一个投资 好的 谢谢师傅的这个分析 那国际油价升于2% 创于10个星期以来收市的新高 收到这个美元下跌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强劲 以及石油出口大国削减供应所刺激 那三桶由港股起涨带动港股石油板块集体走高 请问师傅怎么看油价中长期的这个走势 以及对石油板块的影响 对于油价我一直看法都是利好跟利弹的因素并传 利好的因素就是在供应方面 因为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都为了稳定油价而宣布减产 在这个月油主家跟俄罗斯每一天就额外的减产 导致总体减产的产量每天超过五百万桶 占了全球每天产量的大概5% 产量减少对油价从供应端来说是会带来支持 但是利弹的因素就一直担心环球经济可能衰退 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在那个经济浮长以后 没有预期那么强劲 就担心那个需求呢 会比预期来的弱 另外呢就是之前美元强势 导致那是只有使用非美货币的国家 在采购石油的时候 那就油价会变得更为昂贵 因为美元的强势 最近这个情况好像有点改变 就是中国的经济 虽然经济还是表现疲软 但是从最近原油进口的数字反映呢 中国在过去几个月 对原油的进口还是强劲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升期周期 可能接到了接近尾声 美元走落 对油价又变为一个有利的因素 另外就是看到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呢 那个经济不算是太差 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所以从需求端呢 这方面呢也会比较有利有价 从最近美国的那个EIA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公布预测的那个发表的预测的数字 今年跟明年呢 全球原油的供求呢 还都会出现一个轻微的 供不应求的那个情况 会对油价稍微有利 但是呢 力端的因素还是存在 比如说中国经济的前景的 不明朗 这些因素 所以呢 油价我看暂时还是波动 一个上下波动 布兰特汽油呢 技术上因为突破了80美元的那个主力位 如果短期有利好的因素配合呢 那它是有机会上市到85美元的 好的 谢谢师傅的分析 那今天师傅讲解了这个股市情况 内地的经济 科技股的这个走势 以及黄金方面的投资机会 那最后师傅分析了这个油价的中长期的这个走势 以上就是今天周末报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